你找阿姨干吗呀 你让我去跟你爸调解 但是现在咱们不管说什么做什么 你爸都会觉得很反感 我不找阿姨我找谁去了 你做不到的事 凭什么让阿姨帮你做完 阿姨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吗 要是他们俩因为我们俩事吵架 伤了感情 我宁可跟你离婚 离离离 你现在就知道离婚 行了 这事你就放心吧 阿姨这个人这么聪明 她绝对不会把我们 大叔 我都说了 我们俩的事自己解决 你别让阿姨给背黑锅 明天之内你要是再想不出办法了 让原计划进行 你这个人现在怎么越来越不讲道理了呢 要讲道理的话 那能不能警察来干吗呀 秋子长我告诉你 我现在身上只有二十二块钱 只够给你儿子买碗面吃 咱们现在欠着人家医院将近六千块钱 沈沈 我怎么坚持 我怎么坚持 你倒是给我坚持一个朋友坚持 秋子长 你要是不想要这个家 不想要这个孩子 麻烦你趁早告诉我 孩子我也不想要了 你爱来不来 小智妈妈 你干吗跟着我呀 不是 我刚听你说你不要小事这可不行 你偷听我讲话 我没有 你别什么偷听我讲话呀 我们并没有偷听你讲电话 刚好我们碰巧坐在那儿 您在这里讲电话这么大声 我们正好听见而已 你们干吗老乡坐怎样盯着我 不就是怕我跑了吗 我孩子都病成这样了 我往哪儿跑啊 你们怎么回事啊 反正逼上罐子 我实在是拿不出钱了 就是呢 眼前眼前一时拿不出钱了 你们也不能歪死里逼啊 这位家属 刚才唐医生不是在逼你 我们是看你在那儿情绪比较激动 怕你出事才跟了过来 您孩子应该还在楼上等着你吧 您要是真的出了个什么事 您孩子怎么办 是不是 来来来 大家别看了啊 别看了 别看了 都回去吧 您先和唐医生上去 我去给你和孩子买饭 待会儿给你们送上去 您看怎么样 是啊 大家别看了 大家先散了吧 散了吧 散了吧 大家 别看了 别看了 没事啊 好了 没事啊 好了 大家散了吧 小生妈妈 小生还在楼上等你呢 咱们先上去吧 来 走吧 走吧 老婆 你不是胃疼吗 你要去哪里啊 没关系 我刚在楼上吃点喂药 现在好多了 我刚煮了点汤 你喝了汤再去吧 不喝了 一会儿回来喝 好 美容院的那个卡到期了 我去叙叫一下费用 要不要我陪你去啊 不用了 你就在家待着吧 那你小心啊 好好好 好 我一会儿回来吃啊 你快点啊 好 华姨 佳佳 你怎么来了 华姨有事要跟你说 早晨呀 申鹤来找过我 我知道她跟我说了 我也跟她说 不能把我们俩的责任 往您身上推 这可不是什么推责任的问题 佳佳呀 你不应该这样逼申鹤 更不应该拿婚姻来要挟她 我得痛改前非 喜心革面呀 你这可不叫喜心革面 你这叫瞎胡闹 那怎么办呀 我总得做点什么吧 不能把我爸给亮呢 你爸那边呢 你总得给他点时间吧 等他缓过来这口气 你俩再慢慢地找他聊 以后啊 不管做什么事都得开成不公 知道吗 妇女之间能有多大的仇啊 能行吧 怎么就不行呀 你爸呀 最疼的人就是你了 好吧 好不好吧 佳佳 听华姨一句话 你都是结了婚的人了 以后啊 不能想起一出事一出了 跟个孩子一样 知道了 华姨 好了 好了 我上班去了啊 去忙吧 拜拜 华姨 好 这父女俩呀 泛起魂来 真是一模一样 你怎么发现了 她说字幕里面有机会 贾官 付费官 我认识得到 他怎么做 我认识它 我认识它 准备除颤衣 进行强调 好的 你去哪儿了 怎么了 刚 刚才不是好了吗 又疼了 怎么样啊你 不行了 快给佳佳打电话 好好好 打电话 你坚持住啊 坚持住啊 老婆 你感觉怎么样啊 你倒想想办法 医生就来了 你快去找医生啊 好 好 你安心一点 你等一下 我去 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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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家属 我们的医生都在抢救病人 疼不除人手 您稍等一下啊 快一点 快一点啊 好 老头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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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怎么了 老婆 医生 医生 救命啊 等等 你这月圈之类 来不及了 叶老师 等等 不及了 也没 转护不醒 事惯重要 人命关天 医生 好了 见到你们真好 没病房 我老婆怎么休息啊 病房真的很紧张 我也没办法 我们不是外人 我女儿在这里做医生的 她叫唐宇佳 您就别为难我了 就是亲妈来了 我也没办法 我女婿也是这里的医生 她叫神鹤